對於很多藍營的支持者來說 或藍營的這個候選人來說 現在叫跳船的嘛 對不對 我們昨天就講游淑慧跟張思剛 兩個直接講說 我要找柯文財站台對不對 你得會開罵了 欸 我尊重候選人在節目上 即興式的發言啦 但國民黨有黨紀跟規範 並不是提名你 就會讓你為所欲為 他在嗆游淑慧跟張思剛 李明仙等等啦 我跟你講啦 我笑你國民黨 不敢開除游淑慧跟張思剛啦 當然不敢啦 我笑你國民黨 不敢停權游淑慧跟張思剛啦 我笑你國民黨 讓李德偉變狗廢火車啦 為什麼國民黨的黨紀 只敢處理李正浩嘛對不對 他怎麼敢處理游淑慧跟張思剛 連陳雪生被法院判了 他都不敢處理 因為當沒有看過嘛對不對 所以游淑慧直接回嗆啦 欸 不好意思 我插小你李德偉 我今天說到第一筆斗內 斗內上面說我 愛國愛黨 公理正義 知其不可而為之 爭勇者也 被酸 被嘲諷 被指責今天都經歷了 我安慰 無愧於心 笑罵尤人啦 直接回嗆李德偉 你吵什麼吵 我現在是有人抖內 你要不要抖內我 你抖內我 支持者抖內我一萬塊 你怎樣 你李德偉有給我多少錢嗎 一毛都沒有 好 回嗆回去 李明賢更好笑 李明賢直接公開承認 有好幾個庭鈣 立委後選人去夜會科文哲 趕嘣 因為母雞在發抖 define 小雞逃 對 所以母雞 快扛不住 embrace 現在母雞變成乙性了 所以說你看 現在河文 Elekt偉 唯衩 并要侯友宜 命 由一群铁杆郭台銘知識者 开设的社群叫做 国民党不配拥有郭台銘 我觉得这超好笑 有个粉专的名字叫做 国民党不配拥有郭台銘 一般粉专都名词 很少有粉专是动词的 不配拥有郭台銘 这个粉专说 公开信要求侯友宜 跟朱立伦重新举办一次初选 对不对 你看朱立伦重新举办 近日宣布改为支持 民众党主义科目的目的 就是下架蓝绿 我跟你讲 这就是柯文哲奸诈的地方 这个粉专可能从一开始 就是柯文哲做的 有可能 对不对 我先设一个 国民党不配拥有郭台銘的粉专 把郭台銘全部吸引过来 吸引过来后 帮郭台銘讨功到 讨功到 讨功到一段时间后 宣布我们支持柯文哲 直接收割 整挂都我的 对啊 这挂到要不为 这非常非常明显嘛 所以前友狼 后友虎 就是侯友以下的处境 柯文哲真的 你看他最近 接受访问的时候 哇 那个笑容 从右耳裂到左耳 这也难怪 因为呢 尤英龙老师的 这个 台湾民意基金会 今天又公布了一个 民意调查报告 好 那他这个是 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度 第一名是赖清德 跟他上一次的比 赖清德小涨了快要1% 侯友宜呢 跌了7.2% 从27跌到20% 柯文哲从25%上升4%到29.1% 也就是侯友宜稳坐第三名 哇 然后啊 还要进行这个交叉分析 政党支持度的交叉分析 这个部分要请乃余 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就是说 尤英龙老师的这一份民调 其实是最近两周之内的 第六份民调 这第六份民调 这个侯友宜 都是老三这样的位置 他是不是真的很难翻身呢 其实 我先从这个民调的 这个消长的数字来看 就是说 那这个赖清德 他其实是有 缓慢的稳定 维福的成长 大概成长了 快要1%左右 所以他其实在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少掉的地方 到底是跑去了哪里呢 我们先看这个27-20 大概7%左右 这个7% 这边涨了4% 这边涨了2% 这边再多一点点 其实大部分就是往 什么地方移动 所以这个不支持 就是像刚刚佩姐你讲的 整个收割走 那现在也符合 这个柯文哲 他现在在操作的策略 就是他要收割这个 讨厌民进党的情绪的这一群人 不管说他没有 他自己就算没有这个中心的立场 这个也没有人要去问他两岸论述 什么之类的 也没有人问他什么 选上要不要辞职 他没有话题 但是没关系 他就一直默默的 这些收割 这些这个 不愿意支持 这个侯友宜的人 但侯友宜的这个民调 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真的跌得很快 因为你看 就算这两个人 我们刚刚已经听到说 绿的跟白的 缓慢的成长 还不到这个1% 这个柯文哲也是成长了4%左右 但是他是一口气跌7% 跌7.2 一口气跌了7.2 甚至有一些人就说 没有侯友宜可以投 那我干脆先不要决定好了 先看看再说 这边这个尚未决定的 也多了2点多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 这个侯友宜 他的这个表现 这么不佳的情况之下 反而得力的人到底是谁 其实还是柯文哲 尤其在这个政党支持度上面 就算是这个支持国民党 他原本的政党支持度 是支持国民党的朋友 他还是会 还是有将近20% 哇 五分之一 两成 对 将近两成 国民党有两成要投柯文哲 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柯文哲在这个中间 是这个鱼蚌相争 这个无翁得力的这一个人 他就是默默地收割 在这个过程之中 那我们看下一张 下一张 其实在最近发生了几个事件里面 包括这个民进党的 这个MeToo事件里面 大家其实有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就看这三个人好了 这个赖清德 侯友宜跟柯文哲 在遇到危机处理的时候 危机事件的时候 没有想到在这里面 只有赖清德 在民进党在处理这个新骚事件 因为是马上的处理 而且马上的 有这个相对应的机制 所以反而是满意度来到了 9% 10% 加上24.6% 差不多 35% 35%左右 但是另外两位人 两位这个要角逐总统的人 侯友宜跟柯文哲 在面对未要事件 或者是这个钓鱼台事件 都是这个不满意 不满意 超多 这个真的很夸张 这已经超过五成了 而且侯友宜 刚刚我们看到他在台大 还试图甩锅给中央 然后说 我们中央都不赶快检验出来 结果其实大家觉得 那里地方政府都无作为 这件事情才是侯友宜 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致命伤 那其实在 其实性骚案 其实也不只是只有民进党 现在目前遇到这个MeToo事件 其实在不同的政党 其实不同的职场的领域 像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包括像演艺圈 或者其他的地方 都有发生了 像这样性骚性的事件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整体性的 并不是只有民进党 但是在这个 反而是民进党 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包括后相对应的机制 但是反观魏钥事件 魏钥事件 第一件事情 侯友宜他就做错了 他没有在这个新北市 应该要扛起责任的时候 扛起责任 也就算了 他现在还说什么 这个中央不做新北做 但是我们在议会里面 就觉得超级傻眼了 因为你这个预算 你从来都没有来问过议会 假设我今天要做一笔 这个要做一个什么事 你好歹要先拿一个 什么东西来给 这个议员不好意思 帮我们想要做一个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此 愿不愿意 我们来提案 然后我们来复议 是不是应该要经过一些程序 没有 所以从头到尾 我最近真的非常的觉得 就是侯友宜 真的相当的这个 威权复辟的感觉 他的这个操作 都是做独裁 他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甚至都不用经过 议会的监督 甚至跟议会打一声招呼 都不需要 就自己就直接做了 做了之后来质问他说 那你这个经费 是从哪里来的 你要从怎么样支出 千层千到哪里 谁决策的 完全打不住了 那一天 因为那个主管提 在现场提问的时候 我就做他的邪后方 我完全直集这个过程了 就是问他说 好那这个是谁决策的 大家共同的决策 就是那个跳针一千遍 那郁顺鞭在哪里 不知道 哪一场会议 就是在会议中共同 就是他长期以来 用这样的手法来欺骗 这个新北的市民 还有欺骗社会大众 但是有一天 这个事件 就是大家都是 就是不是像侯友宜讲的 大家都真的都是有蜜 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柯文哲的这个钓鱼台事件 我觉得柯文哲 他现在的做法 就是反正他只要有声量 就OK 就OK了 他就是刷一个存在感 反正侯友宜就是多做多做 错的都会到他这边来 那他也不用在乎了 他就是豁出去了 有什么就禁什么 对 没错 很糟糕